火棒场面还有台南有驾驶 日前开车行进东区的巷弄 眼看巷口自助餐的客人 把机车给乱提 还挡住到自己的通行 驾驶也动了气 猛按喇叭来抗议 另外在中西区 则是有骑士没戴安全帽 波警突然窜出来 吓到其他的用路人 骑士甚至上前挑衅 现在警方也将依法开罚 开车来到巷口 眼看机车乱停 阻碍行驶 驾驶瞬间爆气 猛按喇叭 驾驶真的气炸 所有人不住高峰被怒吼 似乎自知理亏 马上就有人 前来帮忙移动 微停机车 事报在23号下午5点多 台南市东区赴农街的巷口 当时有驾驶开车行驶 眼看疑似巷口自助餐的客人 将机车乱停 驾驶也动气猛按喇叭 尽管警方没获报 但早加强取缔 今年至今针对该入口违规停车已举发138件 而另外的中西区则传出行车纠纷 好端端行驶向东内 发现有其他骑士准备窜出来 男子才赶紧闪避 没想到下一秒对方进前来呛瞎 眼看骑士没戴安全帽 还上前理论 双方当场起口角 你一言我一句 双方互不相让 事发在中西区的校洞内 当时骑士没戴安全帽 还突然窜出来 甚至挑衅其他用路人 现在警方依法开罚 其次为戴安全帽 可处新台币500元罚还 明明自己违规 还呛下用路人 现在没戴安全帽的骑士 时尚罚单得不偿失 记得谈刊众报道